大家好,歡迎回來發達廣場的環節 這次在我身邊,繼續有我們研究部的分析員 譚志樂,安娜,你好 宇文,你好 這節想和你談談航運股方面的情況 看到今天航運股板塊,普遍都有個支持 最主要是因為近期波羅的海的乾散貨指數持續上升 看到星期一繼續連續上揚 主要是因為海甲型船的運費調升 看到波羅的海乾散貨指數升了39點 升幅超過1% 已經達到2247點那麼高的水平 看到有些傳媒都報導,一些航運商說到 現時市場的運力漸漸趨於一個平衡 聖誕節的未來,BDI可望首穩在2000點 而接下來到農曆新年,就更加有望進一步向上 安娜,其實看到最近一些中美的經濟數據 都是持續向好 其實現時的貿易需求是否明顯回暖 接下來BDI的情況,你又怎樣看呢 看回整個航運業,一直都有提及到 整個航運業真的運力過剩的情況比較嚴重 所以導致BDI在過往幾年真的跌得非常多 BDI那段時間最低 達到800多水平這些位置甚至更加之低 你看回來了 所以近期反彈到2000水平流上 都看到整體的反彈幅度就真的比較明顯 未來整個航運股 相關做這些運輸的行業 的確有機會由貴軟營 但是真的是不是前景明朗呢? 有所保留 你說近期BDI做得好一點 甚至升到2000水平流上 都看到這些水平是2011年以來 即近這三年來較高的水平 所以你說其實整個航運業 現階段真的有個明顯轉好的跡象 不過,你看回的確沒錯 近期美國的經濟數據 真的非常之強 消費上新指數、失業率 或者GDP增長 甚至看到他們工業製造的情況 做得非常之強勁 所以你說在當地美國方面 貿易的情況我相信真的不會太過差 而且你看到 歐洲方面也開始有改善的跡象 這些因素都帶動到整體現 整個航運業是有個好轉的跡象 不過就留意 始終運力過性的問題一直來講 非常之嚴重 之前很多大行報告都說過 其實都不止一兩間 大部分大行都認為 去到2015年 這個運力過性的問題 才能夠取得平衡 所以見到之前來講 很多的船公司都已經下訂單 做一些大型的船 去2015年落成 所以我相信這個勢頭 其實未來來講不會變 所以你看看BDI表現 近期來講有個回升的勢頭 當然第一就是之前提及到的 美國的經濟數據做得好 而內地方面的經濟數據 也都不算太過差 看到製造業的PMI數據 都會升到50水平流上 這方面都是向好的 但是你看看 第一為何BDI近期反彈得這麼強勁 第一個因素當然是美國方面 感恩節假期 以及聖誕節假期的那段時間 這些因素帶動到BDI近期做得好一點 另外留意一下 始終今年農曆新年 即2014年的農曆新年 在1月20幾日開始 所以其實部分的運力 運費價格調升 因為農曆新年的因素 在這段的升勢上已經開始反映了 所以比較關鍵 真的講過農曆新年後 BDI會不會又再回落到2000水平流下 這方面仍然有風險因素 始終是運力的問題 我相信今年到2014年來講 仍然完全未解決 所以這方面我覺得仍然是有隱憂 不過你看到BDI走勢這麼強 只要不跌穿2000這些位置 航運股後事來說 我覺得是有條件 可能在2015年之前 已經有機會偷步炒商 好,謝謝Anno你的分析 亦都和大家看看一眾航運股 最新的股價表現 中海發展升五仙 中遠洋升四仙 中海集運升兩仙 太平洋航運升七仙 三隻股份升幅都超過百分之一 至於東方海外升三號 Mano,剛才你也提到 在長遠來說 運力過剩的問題 你可能看得仍然比較審慎 不過短期來說 看到今天一眾的航運股 都跟隨BDI指數 就是有提振的作用 其實看到整個板塊 相對其他板塊 都是非常落後 短線來說 有沒有可以部署這個板塊 其實近期短線部署 我覺得是可以的 因為內地方面的問法 仍然相對比較多 但是你說出入口上面 第一你看到內地的出入口數據 其實近期來說 是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所以你說航運股 我覺得都有一個直播價值 甚至我最重要的提及到 就是BDI的升勢 仍然是非常之強 始終在農曆新年前 我相信你說BDI的數字 不會做得太過差 又能夠維持著2000水平 這個強勁的勢頭 始終都創了三年來的高位 這方面是有利航運股 進一步做好的 另外 我想你看回 雖然航運業 我相信你說在2015年 才能完全解決運力過剩的問題 但是可能你說 虧損情況 未來有機會逐步收窄 這方面 可能市場真的會提早 炒定這些航運股 不過我想航運股 中短線部署是可以的 但是未來來 當他們要出全年業績 即是13年的全年業績 即是下年三月那段時間 這個辦法就要審慎一點 因為那時候可能會炒過籠 甚至會出現一個調整 但是短線來說 在出業績前 我覺得是可以炒一炒的 而當中裡面 始終你說BDI做得這麼好 從事江西博為主的中國軟弱 1919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大的投資價值 不如抽籍1919的股價來看看 暫時見到 1919中央陽去到$3.77的位置 升近超過2% 剛才你提到 都可以留意這股股 現價位的直播空間又有多大 現階段同樣地 跟板塊一樣 最主要是炒反彈 或者turnaround概念 看看現階段的投資價值 我覺得是可以的 因為你在圖表分析上面 看看現階段 為何直播率吸引 雖然見到今天 不能成功突破50天線 即是3.8這些位置 不過這些位置去買 我覺得承擔風險也不會太大 因為你只要把指洩價 放回到12月份低位 3.6這些位置 現階段承擔的風險 只是5%左右 如果真的見到後市來說 能夠突破50天線 3.8這些位置 我覺得是有條件示範 之前12月份頂部的高位 即是4.2這些位置 真的潛在升幅 有差不多一成左右的升幅 所以這些位置去買 我覺得是可以的 把指洩價放回到3.6 後市反彈目標 可以看4.2這些位置 好 還有少許時間 亦都想和你關注下 造船相關的股份債值 用性重工1101 看到今天早段有個支持 最高去過3的位置 暫時最新報1.26 升超過1% 公司公佈了一個集資動作 宣佈發行本金總額去到10億元 的刊換股債 票面利率是7% 期限是30個月 債券最多可以換為9.52億股 兌換價是1.05元 較之前的收市價1.24 折讓一成半 看到發佈了這個消息之後 股價都有支持 其實和這個集資動作有沒有關係 這個刊換股債的利率方面 你自己有怎樣看呢 其實今次來講 集資發行後 可換股利率的7里還有這些水平 其實真的不算貴 大家都知道 現在年底 內地基本上可以說 接近引發一個 好似前方等等的問題 拆息仍然是高企 要借錢就真的非常難 一直以來提及到 融性重工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負債水平非常之高 正負債對權益比率有200多%以上 所以其實未來來說 它要集資 都預算了 但是今次來講 用可戶管債券來集資 雖然見到可換股的行使價 是折扬成現價 1.24 跟現價相比上來 仍然是有一個比較大的距離 不過 你看看 和昨天收市的1.24 雖然有一個比較大的折扬在 但是 始終如果配完股之後 再加上大家不要忘記 就是之前 始終內地對造船業來說 是有一些正面幫助的政策扶持在 所以有些政策護航的情況下 集完資之後市場是看得比較正面 未來來說 隨著航運業轉好的情況下 有機會真的在造船方面的訂單 有機會慢慢回升 因為雖然整個航運情況 提前提及到15年才收到平衡 但是一些船公司可能已經提早會落定訂單 所以造船業真的不需要看得太差 而今次集完資之後 短期來講集資的風險相對地是減少了 雖然仍然有可能 但是對於股價來說 我相信是會有一個正面的幫助 再看回股價走勢上面 再看回現階段 其實今天的升勢不算非常漂亮 甚至有射擊之星的形態 不過我覺得只要不跌穿10天線 即是1.16這些位置 我覺得仍然有條件繼續向上望 有貨的投資者 不妨留意不跌穿10天線 我覺得可以繼續向上望 好,謝謝Anno這麼詳細的分析 這節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Anno剛才說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謝謝你 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會有問答環節 歡迎家庭觀眾隨時打來 204-6566 又或者發電郵來 待會回來再談